國內蘇丹宏風暴主謀臺商李彥廷涉嫌從中國進口毒辣椒粉 高雄地監署偵查終結之後 將李彥廷等六個人一詐欺石安法等罪起訴 已審高雄地院後 法官裁定李彥廷兩百萬元交保 他的大一字則是五十萬元交保 不過李彥廷名下的一億三千多萬財產 已經被警方扣押 法官傍晚六點裁定兩個人交保後 李彥廷為了籌到錢花了不少時間 完成交保手續不出法院 面對媒體提問不發異語直接離去 晚間七點多親友趕緊湊來現金兩百萬元 今年三月引爆全台蘇丹宏風暴的幕後黑手 就是這名台商李彥廷 終於交保獲得自由之聲 不出高雄地檢署 面對媒體不發異語 找他一步離開的則是他前妻的借戒 無姓女子也獲得五十萬元交保 李彥廷交保後模樣憔悴 腳踩藍白拓 原本的他可是大賺十安黑心錢 住上豪宅開豪車 家裡隨便都能搜出現金剩千萬 檢調人員前往李彥廷豪宅搜索 從廚倉室到天花板夾層 一口氣翻出七包夾鏈密封袋 裡頭塞滿千元鈔 算一算高達兩千多萬 高雄地檢署偵查終結 發現李彥廷從110年起從中國進口辣椒粉 報官遭抽驗檢出蘇丹紅時 竟然是重新以集團其他公司名義 再次申報進口 並全數售出給下游廠商 近三年的時間就進口蘇丹紅辣椒粉 高達174公噸 賣出去被國人吃下肚就有113公噸 不乏所得3994萬元 檢方將李彥廷他的無姓前妻以及大姨子等六人 以詐欺食安法等罪提起公訴 檢察官除對理性被告等自然人 進行法院從重量行外 並行法院對相關公司法人各科以兩億元罰金執行 令宣告沒收被告等人之犯罪所得 3994萬餘元 面對法官訓問 李彥廷承認部分犯罪事實 不過因為他出境次數頻繁 無姓大姨子也曾刪除電腦資料 認定仍有逃亡及勾串證人之餘 但無羈押必要 因此裁定兩人交保並限制出境出海8個月 近日著夜 郭希薇SIG 高雄報導